物理学的角度来看 物理学就是关于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创造界 显现出来的万事万物的科学 物理学的发现是万事万物都是声音 或者说万事万物都是波动 也就是激动的状态 非常大的激动状态 或者较少的激动状态 或者更少的激动状态 再更少的激动状态 到最后呢 在各种激动状态的这个底部 就是所谓的最少激动状态 就能量以及物质的最少激动状态就在这里 物理学家们在这个地方所找到的就是 所有这些声音 它们的全员就在这最少激动状态的宁静之中 也就是在这个真空状态之中 真空 这就是物理学的发现 在所有显现出来的价值的基础处 找到了那隐性的价值 这一切的庞大的显现出来的价值 例如银河系里的所有这些活动 这个宇宙里的一切活动 一切的一切都是回到这个原点 就是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最少激动的状态显现出来的 从这个真空状态显现出来的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来探讨一下宇宙的健康 我们到底要去哪里找到这么一个价值 同时通过处理这项价值 我们就可以处理这整个宇宙生命的价值呢 这将会是一个多么大的喜悦 对世界上所有跟健康有关的机构来说 是一个多么大的解脱 如果可以找到这么一个价值的话 所有的健康单位 他们写了多少多少的书来描述身体的各个部分 都非常科学性而且系统性 但是这么多的书 我们是无法一一阅览的 也无法全部理解 我们无法通过阅览或理解 这么大量的书籍来维持健康 然而创制科学它却提供了生命的一个领域 只要处理好这个领域 那么生命的一切表述都会被照料到 而且是以最全面的方式照料到 而以最全面的方式照料到的意思是说 我们可以照我们所想要的来拥有生命的每一个方面 我们只要通过处理生命的价值就可以达成 聪明的物理学家们这样说 如果我们拥有了真空状态的总体知识的话 我们就拥有了宇宙的总体知识 为了要了解宇宙 我们就必须了解真空状态 而超觉静坐 它就是创造出了这种在觉知的最小激动价值中的真空状态 心智宁定下来 活跃的心智宁定下来 宁定下来 宁定下来 它宁定下来 这里就是意识的最少激动状态 意识的最少激动状态 这也就是超觉意识 而这个超觉意识呢 这个觉知的宁定的状态 这个觉知的不宁定的状态 活跃的状态 充满声音的状态 我们就把它称为心智 称为心智 而当这个心智的活动 宁定下来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无边的觉知 无边的觉知 这个呢 就好像超越了花旦的粉红色 超越了叶子的绿色 我们来到了对粉红色以及花旦 还有这个绿色以及叶子 而盐呢 是基础的这个知意的层面 所以呢 就像这只植物的知意的层面一样 我们人类生命的基础就是 意识的层面 那也就是心智的宁定状态 而如果我们从物理学对于创造界的知识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听到物理学家说 如果你知道什么是真空状态 那么你就知道这整个创造界是怎么回事了 如果我们用这个例子来比喻的话 我们就可以这样说 如果你知道什么叫做意识的宁定状态的话 你知道什么是无边的觉知的话 你就知道了这整个宇宙了 而如果我们知道怎么样从意识的这个宁定状态操作起来的话 我们就知道怎么样管理整个创造界的一切活动了